由清賢號外又和大家見面 今集是講一個情報投資 CIA的情報投資 竟然獲邀加入美國總統的內閣 很久沒試過這樣 照著瞄準去鎖定習種 去發動大規模的Cognitive Warfare 認知戰 最新的戰爭是發生在這裏的 發生在路裏面 搞定你的路就搞定了 厲害了 尤其現在呢 你看AI人工智能那些來了 真的要認真點看看這個問題 好了 來了 各位 昨天有一則新聞 小弟又幾乎走漏眼 後來發覺到呢 就覺得遲必要和大家在這裏講講 補回數才行 各位 這則新聞就是 美國總統拜登就發表聲明說 在白宮的網站 當然就是 他很高興宣佈 他已經邀請這個CIA中央情報局局長Burns 哇 真是世事啊 You burn I burn 這個白欣斯就加入他的內閣 Burn你腦袋 Burn你習種 這則新聞呢 很多人都不是很為意 包括小弟在內 最初都不是很為意 都是以為呢 不過是拜登這位老伯呢 對白欣斯這個情報頭子 在收集俄羅斯入侵瓜蘭的情報工作那裡做得很出色 所以就論功行上也進來啦 喂 喂 喂 這樣而已 其實 不認不認還須認 小弟真是 唉 抬棺材甩褲 失禮死人 唉 真是 事關小弟真是看上眼 雖然要認打 企廷 到昨天晚上深血來潮才醒起呢 這個白欣斯這個情報頭子的智強項 誰知是快狠準地收集俄羅斯入侵瓜蘭的情報 這麼簡單呢 不是的 唉 真是 現在都要告訴大家 各位 白欣斯這個CIA情報頭子的智強項 其實是超級古惑的 無定向喪心病狂的 將俄羅斯入侵瓜蘭的情報 轉化成為Cognitive warfare 認知戰的一張侵服卡 一張王牌 通俗一點說 白欣斯打這一場認知戰 等於打麻將打開口牌那樣 我一陣就打這個工廠妹 什麼工廠妹 義索 打二索的啦 我一陣就打迪娜 二童的啦 我一陣就打棺材 棺材 八童的啦 哇 這樣說的 真的 即是要營造到一種氛圍 就是說 美國不單止一早已經收了封收到封 預早知道了俄羅斯會入侵瓜蘭的所有情報 更加一早已經全盤掌握到整個戰局 做那個氣氛出來就是要 從而就令到俄羅斯 未打就先心脅 脅了先 你好像上擂台 你未打擂台 你未出拳已經脅了 你輸了九成的啦 大哥 一膽二力三功夫嘛 你脅了嘛 甚至乎令到俄羅斯兵呢 俄羅斯大兵都覺得 不知道為甚麼來打仗啊 現在真是不知道的 為甚麼解放啊 俄羅斯克蘭呢 沒解的 俄羅斯克蘭有納粹 沒人相信的啊 大哥 而結果 果然是盡在百恩斯的盤算之中 厲害 由此證明 百恩斯這個情報頭子 果然是認知戰的高手 高手 高高手 如果再對立中共呢 甚至無鑊鋒為一代宗師的了 認知戰的一代宗師 厲害了 而拜登就是看中了百恩斯 他是認知戰的高手 高手 高高手 所以就邀請他加入內閣 務求啊 繼搞定俄羅斯之後 再搞定了中共 這樣就為之 非常好啦 關於這一點 小弟絕非吹水不抹嘴 而是有根有據 而是由拜登的說話做證據的 拜登在那份聲明上講到明的 事關 各位 事關 拜登在他那份聲明那裏 即是邀請白恩斯加入 他內閣的聲明那裏 就講到明說 在他 即白恩斯的領導體下 CIA中央情報局 以高尖遠足的方法 應對我們國家 即是美國 應對我們國家 面臨的頭號國家安全挑戰 是有三樣的 頭號國家安全挑戰 那邊三樣呢 即是什麽呢 由應對俄羅斯對華蘭的空殘侵略 到管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 是真的這樣寫的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到管控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負責 的競爭 還有 即是再到 三樣嘛 再到應對新興科技所帶來的機遇和風險 新興科技當然是在講 AI也好 晶片也好 什麼都好 都是和中共有關 即是說 拜登 他講得明說 之所以邀請白恩斯入內閣 是有三大使命的 或者這三樣東西都做得很好的 所以找他進來 哪三大使命呢 第一個使命就是對付俄羅斯 第二個使命就是對付中共 第三個使命都是對付中共 也就是說 在三大使命裏面 有兩大使命都是針對中共的 哼 那就是最主要針對他啦 六成七都是針對中共啦 如果三大使命這樣脫開 三分二嘛 那基於俄羅斯 已經是強弩之門 基於普京已經是喪家之軟 所以加上拜登邀請白恩斯 這個認知戰高手高手高高手 入他的內閣 可以說連盲都看得出 連盲都看得出啦 拜登主要是要白恩斯 集中火力去對付中共 對付習總的 不用說對嘛 再 再跟大家 深入小說去拆解 事實上 拜登口中的管控 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 負責任的競爭 講白一點 只要不是要白恩斯呢 當然其他方面競爭 但主要就是要白恩斯 在三海危機 什麼三海危機呢 就是在台海危機 南海危機 就是要盡情去打開口牌 務求令到呢 習總 打牌帶到出中為止 嘻嘻 厲害了 好了 至於拜登說 應對新興科技 所帶來的機遇和風險呢 自然主要就是要白恩斯 在這個科技戰 尤其是晶片戰上面呢 都要盡情去搞認知戰 盡情去打開口牌 務求令到美國那些盟友 美國當然要落藥的 美國盟友當然要講日本 當然要講日本 晶片 南韓 台灣 以及荷蘭 很多 總之 連半塊晶片都不給 過大陸 你不要指望 最近中芯國際 大陸最大的晶片製造商 中芯國際都換頭 就是不行了 糟糕了 健眉可以支柱 好了 總之 各位 請記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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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 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負關鍵 是制海權 在海上拿到的領導權力 拿到的主導權力就贏了 如果說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勝負關鍵是制海權 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負關鍵是制空權的話 制空權就是空中優勢 這樣 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勝負關鍵 就是制老權 制老權 老是腦袋的腦 就是說哪個國家可以入侵到佔領到敵對國家的軍人 以至敵對國家的平民的腦袋 你控制到哪個國家就是贏家 就是這樣了 從這個角度來看 小弟必須自出 嚴格來說 第三次世界大戰 其實已經在打中了 厲害 總之很多謝大家支持 有你們的支持 小弟一定會揭盡所能 想盡辦法 扭盡六人 去繼續堅持 好多謝 好多謝大家 拜拜